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好像有些东西就永远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东西虽然小 我留了好久 希望他看到的时候能够知道我的心意 能够下定决心改变 其实我感觉我们之间的问题都不大 也都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但是就是经常会有矛盾 我就希望我们都可以互相理解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李 来自河北21岁学生 女嘉宾小张 来自河北21岁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是同学吗 是 大学同学 对 同班吗 同班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今天应该你要来对吧 来干嘛 他脾气太大了 很多方面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忍了 说过很多次也不去改 就因为一点小事情 一个头发 他新剪了一个头发 问我好不好看 我觉得不好看 而且我觉得不太符合他的气质吧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骗他了 我敷衍他 因为别人说他好看 理发店的人不都会说吗 然后你这个好看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在骗他 怎么就不好看了 怎么就有问题啊 别人都说好看你就不行 就会说我 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控制不住 我没有真的生气 可能是我说话的方式不太对 不光脾气大 他这个人嘛 还特别爱翻旧照 就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了 然后他还会就是想起来还要说 前阵子我有一男闺蜜 也跟他也是兄弟 然后我们就一起认识的 从小一直到大 然后都一直是朋友 他过生日 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然后做了一个小视频 从我们俩初中时候的照片 然后就一直就是做了个视频嘛 然后他就挺不高兴 翻到朋友圈就开始说 等等等等 初中时候的照片 对 你们到底同学多少年啊 我们从初中开始 高中一直到大学 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学校的 那你们俩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啊 上大一之后 你跟他的照片 还是你跟男闺蜜的照片 跟男闺蜜的照片 我就把初中然后高中 一直到现在的照片 就做了一个合集 就是我想记录一下 就这么多年的友谊嘛 然后也正好趁他过生日 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他就会觉得 我对人家特别用心 其实我觉得就挺正常的 因为他们两个也是朋友 首先来说 我不是说是翻纠杖 因为我这个人 没有看朋友圈的习惯 是我之后才发现 这个这条朋友圈的 然后我就去问他 我不是说吃醋 因为我知道他俩是什么关系 他俩什么关系啊 就是挺好的吧 挺好的 那还不吃醋吗 因为我了解那个 我的这个男同学 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说我特别放心 行 但是我就就事论事 我就觉得他对 对待他和这件事的态度 特别认真 我就对这 就这一点我就接受不了 不是 你不是可以接受吗 我了解他是什么人 他也是什么 我接受啊 他很矛盾的 他说了 我不生气 我知道你们之间的友谊 我也知道他跟我是朋友 我知道他的为人 然后但是他还会跟我说 你为什么这件事情 这么认真啊 就是干嘛要给他 去发这个视频啊 我还会去说 他很纠结的 他本身这个人就 就是他这件事会老说是吗 对 那你不介意你老说干啥啊 兄弟 就是我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 啥坎啊 就是我总感觉他对待 对待他的这个 说实话 就是 吃不吃醋嘛 吃不吃嘛 吃醋就稍微 真是有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很浓啊 这肯定应该很浓才对啊 还有其他的毛病吗 没有时间观点 我们每次就是要赶车回家 然后坐火车啊 怎么样 坐飞机啊 就是本来是下午三点的票 两点 我们出发到那个车站正好 一点半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咱们走吧 因为我知道他磨叽 我就提前跟他说 他说还有半个小时呢 不着急 就磨叽磨叽 一下两点二十了 他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然后就会特别磨叽 你说你要磨叽 你早点起也行啊 也不起 非要睡那个觉 睡觉我给打电话 再给我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再给我打电话 这五分钟一拖 就是好长时间 他就不知道在楼上磨叽什么呢 确实是这样的 确实是这样的啊 就是我这个人有严重的 这个拖延症和强迫症 就是我明明把 把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 然后我就不知道 自己要干什么 就在家里走来走去 然后检查一下 手机有没有带 钥匙有没有就是拿好 然后家里那些什么电器 有没有把它关掉 就算出了门之后 我还会再回家 看看门有没有锁 就是我真的 我跟自己都特别矛盾 我愁自己就来气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改不了 对吧 从来没有改过啊 就是说的事情就不会去做 不光是这个 然后还特别要面子 真的是好要面子 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同学之间AA嘛 然后本来说好的AA 他就非要请客 自己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了 还偏要请客 然后自己在宿舍里去吃泡面 然后也要把这个面子充足了 然后去给人家请客吃饭 我就想的是 都是一个宿舍的同学 然后就是我 我这次我结账 然后下次可能他们也会请我啊 就是关系好呗 就这样的 那别人抢了吗 想法就很幼稚啊 我感觉你就不能说我幼稚 你知道吧 你之前是怎么被骗的 你就非要从网上买那个猴吗 然后人家把你拉黑了 你钱也转过去了 不是 买什么猴 就是当时特别流行那个 养那个宠物猴 就特别小的那个 哦 然后他当时特别喜欢 我说喜欢行 可以买 但是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人 让我看他俩聊天记录的时候吧 我就觉得这人是个骗子 我就劝了好几天 我说你千万不能给他转这个钱 然后他之后还骗我 就说是已经发货了 然后过了好长时间 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快递到了吗 然后他就遮遮掩掩的 就不好意思说 我说是被骗了吧 然后他才跟我说实话 不是 当时我是真的特别喜欢那个猴 而且我们家有一只狗 我觉得那狗挺孤单的自己在家里头 我就给他配了一个小猴 然后我当时真的特别喜欢呀 然后我给我们家我那个窝 然后养狗那个窝 然后都布置成那个森林的样子了 然后都给他安排上了 然后他就 那我被骗嘛 也不是我本意 我真的是喜欢才会 我跟他说 我说这个宠物你可以买 我不是说是他被骗了 我去说他 我只不过是要告诉他 我说你下次再遇到这种 像类似的情况 你自己动脑子去想一想 肯定会吃一切长一致 我也长教训了 所以你今天来干嘛呀 姑娘 我就是想跟他 如果能说明白 就是最好如果说不明白 就是也希望你以后 可以遇到更好 没听懂 你把最后那边 这句话再重复一下 就是如果他真的能改掉这些毛病 然后我会跟他继续走下去 如果不可以 我也希望他以后能遇到一个懂他的 理解他的更好的 也就是说你看一个男人啊 他脾气大 对吧 他还喜欢翻旧账 这就算了 对吧 男人还没有时间观念 没时间观念也就算了 还特别死要面子 死要面子也就算了 还特别地做事不靠谱 对吧 你承认这些都是你的问题吗 我承认 那你还想跟人好吗 我就感觉这些问题 其实听起来好像是 就是挺要命的吧 但是我觉得 也不是什么太特别大的问题吧 因为你比如说他 之前他也有这些小毛病 就是他总是喜欢在那些公共场合 就是说话事特别大 我知道他没有生气 他可能就是激动 我之前我跟他说过好多好多次 我就说 我说你那个注意一下自己这个形象 毕竟你是个小姑娘嘛 然后每次的说话声音大了吧 然后路人就用那样 就是说不上来那种眼光 就异样的眼光就看过来 我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 还有他这个人就是生活不规律 然后东西也喜欢乱扔 自己放了哪儿了也不知道 我也跟他说过就好长好长时间 但是他也一直没有改 我也没有说是强烈地去要求他 你一定要必须改不改 我就不跟你好了 我也没有这样做 我就感觉他吧 有时候真的就是 跟他也是说不明白 就是我们两个之间 好像都存在这个 他觉得跟我说不明白 然后我觉得跟他说不明白 就像我喜欢摩托车似的 然后我每次就跟他去讲 我说这个车好 那个车好 他说你不要跟我说 我不喜欢 然后但是他每次 就看上哪个口红了 出了新款了 怎么着 他会跟我说 你看这好不好看 这个好 这个好 我说我也不明白 其实我感觉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也是要祝福他 就是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人 照顾他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就是想表达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听懂了 只要是去时间都可以改的 对 你想表达的是说 你看我都这么包容你了 为什么你不能包容我呢 是吧 对 什么时间改不改 那都是冠冕堂皇的话 行吧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伯鸿兄 一个男生要面子 这没错 但关键你要搞清楚 这个面子不是要来的 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争取来的 就像他刚才说的 那一个例子 很显然 你是食要面子 而且是打肿脸充胖子 打肿脸充胖子 他往往会 是掉更大的面子 你也要反思一下 你自己的一些问题 而我刚才 同你的讲述当中 我感受到 你确实 个子也很高 一个男子汉 但是 你缺少了一点阳光 缺少了一点自信 甚至 缺少了一点大气 你刚才说 有一些行为 你自己认为是强迫症 其实是不自信 这一点 我想 如果你感受到了 感悟到了 还是能够改的 他才21岁 你给他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携手 大家共同去包容 共同去改变 爱情之路 它并不是在嘴上走的 有时候要用心去走的 好不好 好 谢谢尤老师 来 张大老师 两个人都在成长 但彼此都看不到 对方的成长 当你们步入大学 这是一个小社会 人情世故 那这个时候 你们其实才开始 真正地深入地 去了解对方 往往一般 爱情就会在这个时候 出现问题 爱的基础是理解和懂 你们彼此不理解对方 也不懂对方 所以只是 纯纯的那种喜欢 那就去承认 这种现状就好了 没必要继续纠结 但是我想 劝南方一点的是什么呢 说到脾气大 现在很多人脾气都很大 脾气大其实是什么 就是对于控制情绪 这个能力非常的弱 一般控制情绪 能力弱的人就证明 他时刻会以自我为中心 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发了脾气 释放了情绪之后 是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的 所以如果你要太 以自我为中心 不去学会控制你的情绪 日后你会吃大亏的 好吧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好 祝你们各自幸福吧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曲总 坦白地说呢 我不是特别看好 你们俩能够继续走下去 不是因为你们俩各自的问题 而是说你们俩其实是不太能够接受对方 转来自于女生 女生想改变的 在我认为全是她改变不了的 比如说第一 她的脾气大 当然那是因为她现在这个年龄 她自控的能力比较差 这种能力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年龄的增长呢会有所改变 但是现阶段的她一定改变不了 因为现在她不具备这样控制自己的能力 你要瞬间你要改变她的能力是不可能的 她也经过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沉淀 她才可能有从容面对很多问题的这种态度 第二一个呢 你试图改变她的习惯 比如说一种生活习惯 她不是没有时间观念 而是刚才她说的很清楚了 她有一种晓得自己的强迫症 我一定在出门之前要做好哪些年事 可能时常 我会觉得不放心 门是不是关上 我们有的人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经常性质不一样 她可能已经形成这种生活习惯 短时间改变是不可能的 她能有点小心眼 比如说那件事情 其实她心里介意吃醋 她反复会提 她解不开这心结 但她不是怀疑你什么 而是说她就自己的条件能力就差 包括她的社交习惯 她喜欢大方 她爱面子 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 她的生活社交的方式 她并不仅仅是为了爱面子 而且她觉得这是一种态度 对朋友的态度 她能改变吗 不可能 所以说你真是要静下心来看 你到底看中的她是什么 如果你真是爱她的话 她的一些习惯 或她的一些性质爱好 你可以不参与 但是呢 你其实需要欣赏她 她对为人处事的这种方面 她是赢得自己朋友的认可的 你不欣赏 但你也不要反对 如果这些你都不能容忍的话 你们俩走下去有意思吗 不可能的 所以说还是要重新审视 你们之间的恋情 到底出发点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久的同学 现在因为什么事情 成为了恋人 而那个很好的那个男闺蜜 她有没有可能成为 真正理解你的那个人 或者说你找的 真正是能理解你 或者你希望的那样的人是她吗 也可能不是 不是的话 可能就要认清楚之后 有一个明智的选择 是分手还是在一起 总之 祝福你们要遵循内心的选择 去找到一个真正 愿意为对方改变自己的那个人 而不是说想改变对方的那个人 就这样 好 谢谢祝福 来 图老师 你确定你很喜欢她吗 你喜欢她什么呢 我觉得她是一个挺有趣的人 挺有趣 挺有意思 对 你觉得你了解她吗 说实话 不太了解 那你凭什么说你很喜欢她 因为我觉得 她 她让我生气的时候真生气 但让我开心的时候也很开心 就是她能强化你的感受 对 无论是爱面子也好 还是说脾气固执也罢 其实我都从这个男生身上 感受到一种深深的自卑 你感受到了吗 没有吧 有吗 你说你很喜欢她 但你却并不了解她 你甚至感受不到她身上 那种浓浓的自卑感 我的直觉是感觉 她在你的心目当中 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人 所以这个事情在你心目当中很重要 你仔细好好考虑考虑 你到底喜不喜欢她 我从来没听说过 哪个女人说 我很喜欢一个男人 因为她很有趣 那我真的是 是啊 也许你把这个错认为了是一种爱情 你还可以继续这么错认下去 但请你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你到底这个男人在你心目中 几经几两 你想清楚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对于这段情感 我不是特别看好 我从来不怀疑 你是喜欢她爱她的 我也不怀疑你是喜欢她爱她的 在我的角度不看好 是因为 太年轻 太了解 或者太不了解 因为有的时候太了解 就是真的不了解 你认为你看透了 实际你什么都没看透 这就是生活 而且在这段情感当中 没有任何的波折和经历 也很奇怪 世间的事很奇怪 就是都说我们希望孩子顺顺利利 但是你发现顺顺利利长大的孩子 他就差点什么 直到有一天他真的面对社会 他开始摔跤了 他开始面对社会的时候 他自己真的感受和哭的时候 他长大了 谈恋爱也是这样 你们没有经历 你仔细想你们共同的经历是什么 其实你们共同经历的这段 这段情感 在我看来用那个词更准确 同窗情 我没有否认你们有爱情的意思 其实在我来说 我看到了这段爱情 但是我只是觉得说 太了解 太熟悉 有很多东西你已经发现不了 没说分合 但是可以暂时试着 分开一看 不是说分手 分开一段感受一下 在一段没有对方的日子里 就是我的生活里面没有对方的日子里 我会思念吗 我会难过吗 或者我会别的什么 找一找 感受一下 注意你们自己拿 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问题 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可以 就是用时间去解决的 你需要时间 你需要时间 我也需要时间 而且我没有说 强烈地要求去改一些 我不喜欢的毛病 我觉得这些都 不能阻碍我们之间 继续相处 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然后让我们继续走下去 我觉得我一直在给你机会 我在等你去改变这些 等你去想法成熟一点 也许我自身是幼稚的 但是我也希望我的另一半是成熟的 是能更懂我的 是能更理解我的 也能更对我包容一点 来 请亮灯 好了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好的 祝他们开心 祝他们学业有成 祝他们能够完成自己喜欢的那点小梦想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 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认识已经三年了 刚开始交往的时候非常的不错 可是后来相处时间长了 发现彼此脑病挺多 共同理由越来越少了 我觉得今天来一定要把这事情解决一下 要不然我已经看不清我们的未来 我们俩现在闹到这个地步 我们还有一定的关系 我觉得现在我们一直成为逛街的时候 他慢慢都不在意我的段时间 我觉得现在的他心里只有他自己 可能没有我 我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 不仅他恨的时候我们的未来 连我也看不清 我们真的希望我们今天每天也能有所收获 特别是他能改变一样的自己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张22岁来自吉林厨师 女嘉宾小陈24岁来自吉林职员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咋认识的呀 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就是当时他在大学的那个餐厅里 开一家餐厅 大学食堂里承包了一个餐厅 对 餐厅老板 对 你呢 我学生 怎么就把这老板给你俘获了呢 就是当时因为在学校里 食堂他家那个还吃得还挺不错的 然后就总去嘛 时间久了就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的 就二十多岁就有了自己的事业 对 感觉就是挺有上进心的吧 好 那肯定又是你主动呗 不是 他主动啊 对 那么多女同学怎么就挑中了他呢 然后那个时候开档口的时候 也有时候比较忙 然后他总经常上我档口来吃饭了 然后我感觉他也不错啊 然后每次中午下课的时候 他吃饭都有时候赶不上 然后我就事先把那个他愿意吃的东西给他放到一边 然后过来就直接拿走了 相当于给留饭呗 后来给留的 好好好 什么时候跟他这个表达的说我喜欢你 那个时候认识了几个月 就是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他下课多余的时间过来帮我 我感觉他也挺好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喜欢你 就当时这样 今天是你要来的对不对 对 要来干嘛呀 就是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挺好的 就是挺在乎我的 就是现在时间久了就三年多了嘛 我就觉得他很多事现在都特别不在意我 不在乎我的感受太自私了 就比如说上次我过生日的时候 就本来都提前一周的时间就订好餐厅 去哪吃饭了嘛 然后结果就是到我过生日那天的时候 给他发微信 直到下午五六点的时候 就才给我回了个微信 就说什么餐厅说那个饭店忙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生气 忙一天才想起来给我回话 当时之前几天 我已经跟老板抢好价了 早上那五点多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说咱们那个饭店来一个团单 然后你必须得回上班 然后我当时思雨也挺乱的 也挺生气的 本来五点多我感觉他也不能醒吧 然后后来把这茬就给忘了 忘了之后我直接我就往饭店走 然后到饭店之后 我情绪也挺不好的 然后一天也没说话 就自己干自己的活 然后下午的时候总算忙完了 然后我跟他说一声 就是生日的时候不是没跟我过吗 对 然后后来补过的就领我吃饭去了 吃饭的时候 点的都是他愿意吃的菜 就是什么辣的呀 凉的呀 而且我那天也不怎么舒服 他还点那些吃 那你要是不点 然后我还给你点点清淡的 你还不吃 然后你说我还到饭店了 那我能不点吃的吗 那我只能点我吃的了 你看他点的都是他愿意吃的 就给我点了一个转 他都知道给自己点几个菜吃的 然后后来我想再点点什么 他又说这个不好吃 那个不好的这那 还有就是我们俩每天下班时间不一样 我是6点多就下班 他要晚上可能90点钟的时候才下班 我下班之后就在家收拾好之后 我也不睡觉 现在等他回来之后 跟他说几句话 然后再睡觉 可是每天等他下班回来之后 就他也不太愿意说话 直接就是洗漱完之后就 这倒是累了 就躺在沙发上再看手机 看直播之类的 本来一天工作十三四个点吧 然后也挺晚的回家 因为你下班早 然后回家洗洗手手 小时候也就玩玩手机 每个人我就感觉他每做什么事 都非常较真儿的 非常较真儿 现在没有一点余地说得给我解释啊什么 要不就说一点事 他马上 他就是刚刚有吵架的意思 然后我就不想打算想跟他说 就不打算跟他说 那你看什么直播一般 游戏直播 要累的话他就直接睡觉了 我也不会这样 他在那看直播看得挺开心的 然后偶尔还会给人家刷说礼物 就是上个七夕我没给他发红包 然后一直就是给我没 就是没俩的那种对我 那你看过七夕的时候 哪个女生不想着 就是自己男朋友送自己点礼物 我不给你准备现金了吗 准备了吗 准备现金 现金 对 现金并 那后来 那都是后来了 就是刚开始从早上 一直看那个微信朋友圈 别人都在什么 就秀恩爱嘛 然后发什么红包截图 然后他就到晚上了都没有那种 我晚上是问他 我说你不给我发个520什么的 你给我发个520也可以吧 然后那才说什么 那当时不就是赶上了吗 就是没余额不足 然后我给你准备现金 你还不要 就非得让我给你放红包 我觉得做事情非常较真 那余额不足还不是因为 他平常给那些主播刷礼物什么的 才刷美的 我就觉得是这样 游戏主播男主播女主播呀 男主播也有 女主播也有 这通常看和打赏的是男主播还是女主播 男主播 行 这事咱们可以逛了 你看人家说男主播 没事 咱们不跟游戏吃醋 好不好 还有别的事吗姑娘 就是平时我们就偶尔也会逛街嘛 逛街的时候 他就是手机也不离手 就一直在看 我想着可能男生就是本来也 不太愿意陪女生逛街 我也就 就是也没太那什么 忍了 忍了 然后后来就是去一家店看衣服嘛 我就在试那件衣服 试完衣服 我就过去问他 这件衣服我穿好不好看呢 就他也没抬头 就直接说 这件衣服打不打折啊 如果不打折的话 还不如直接买上一件呢 我就当时特别生气 觉得他不应该是先问 我喜不喜欢这件衣服吗 先问那件衣服打不打折 当时我是看了的 两件衣服都是毛衣 而且穿挺瘦的 穿都差不多 差了一千多个鞋 然后我不说差这个钱 不给你买 我就觉得你要是省了那钱 你可以买别的东西 随便买 我妹 我就是有时候对她好 就是感觉做的方式是不对吧 就感觉她当时就跟我脸子 就一下就拉了下来 所以女生的重点在 她不关心你是吧 对 特别不在乎我觉得 后来我也给她刷卡了 买了 你不是买了吗 你还叫什么字呢 关键刷卡的时候余额又不足了 我就又想起来 她会给那些主播刷游戏 刷礼物什么的 就信用卡刷的时候 没刷过是吧 对 我觉得她信用卡额度 也挺大的呀 就是怎么就余额 钱的 人家是关心你的钱的 那一张卡也不仅说 产品油盐你也不知道多贵 有时候给你买点小东西 小礼物啥的 那都是钱 再说我出去吃个饭 那我跟我哥们 我也有哥们 出去吃饭去 我能总让她花钱吗 反正我就觉得她特别自私 现在根本都不及我的感受 她之前饭店发了两箱肉 然后就是说让我 给她父母去送过去一箱 你说那一箱肉得也好几十斤呢 挺沉的 你说她自己都不见得 就是拿起来能有多轻松 让我自己拿就是两箱吗 我回家的时候带家具一箱 另一箱让我就是 给她父母送过去 坐大客车也得三个小时左右吧 我一个女生拿那么多东西 我觉得她把那个东西寄过去 不就好了吗 我觉得她就是在乎优费吧 你见过她父母吗 没有 送肉送去了吗 没送 她是让你去送肉啊 还是找个借口让你看她爸妈 你没琢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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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琛吧 其实 其实我当时一想码就是 我们俩已经付了三年多了 然后 你说 连父母都没见着 然后我的父母一直 我就在他们托 我说我外边有底下 我父母现在已经就是 有点不相信了 去安倍相亲了 你说我能去相信吗 不那你带她回家不就完了吗 赶不上我没有时间 我这来的都是请假 那你买一把虾 让他送回去不就轻了吗 你非让他送半扇猪 你什么意思呀 这脑子你说是不是 我单位发了一个两盒虾 你把虾送回家 那很轻嘛 他不就去了吗 你非弄半扇猪 你把肉送回家 那谁弄得动啊 这你误会他了 这属于脑子不好 那他当时让我送的时候 就是说给我打车钱 让我打车去也好 他也没说这些 我觉得他就是 你自己打呀 那我当时感受不一样吗 对对对 他根本就不在乎我呀 我感觉 对所以女生上升到 你不在乎他 在我们男生看来 就是粗心没想到 这次没了吧 我感觉 你要说话了 我就是感觉 相处正在这间 我感觉我俩 共同语言特别少 然后就是做的事 太较真让我受不了 我就感觉 现在我俩不怎么太适合 不太适合了 你这是要变哪 你说说怎么不适合 就是刚开始我感觉他挺好的 后来我感觉 说话呀 基本上现在没有共同语言 说话的就是有小矛盾 就直接就吵起来了 他 其实就是我感觉脾气 就是挺闷的 然后我还挺急的那种 然后我 我也不发脾气一般 就是感觉就是 我听明白了 说是女生带男生来 要解决男生对他冷漠的问题 实际上面是男生想分手 是这意思吧 是还是不是啊兄弟 有 有点 这是大翻转啊 你知道他这心思吗 不知道 是你想分手啊 没想好 分手的理由是没有共同语言 是其一对吧 其二是脾气太大是吗 脾气大 就是感觉不理解我 有点小事跟我俩说 就说个没完嘛 就想感觉说不清一样 哦 因为我做事非常快 非常 就是说一就一说二 马上就做那种 行 那我问你一件事行吧 没带他回过家 带过其他女孩子回过家吗 带过 但是我已经跟他说明白了 那是我小学同学 不是你带小学同学回家干啥啊 是这样的 我妈我爸一直现在 就催着我结婚 然后跟我安排相亲 然后相亲我不能去啊 然后我只能说 跟我小学同学说一声 然后家门也没进 就是冬天嘛 也是包挺严实 连看都没看 就是在晃悠一下 就是为了就是塑造一下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突然觉得这个女生 可能不是你真想要 找到的另外一半了 让你犹豫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都有将近半年吧 发生了什么 我就感觉他脾气 非常的就是 说不好他脾气 现在我也感觉不好 他脾气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就感觉 我俩就是感觉在一起 就非常的感觉 现在不自在的 说不懂了 我看他说他要跟你分开 你也没什么反应了 姑娘 你是做好了准备是吗 没有 还是感觉到了 确实他在疏远你 就是感觉他 确实是在有意疏远我们 所以人家说那句话 真是对的 恋爱中的女人 直觉是最准的 现在看来并不是这个女生 认为男生 不关注他了 漠视他了 是吧 而实实在在是 男生已经动了想离开的心思了 这个应该怎么办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请老师们来分析分析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郭红兄 今天我们确实很惊讶 是女生要来爱情保卫站 结果男友 他表达出了自己的苦恼 自己想退出 这样的一种情感 这个其实蛮遗憾 但这就是事实 我想 作为两个年轻人 没有多少爱情的经历 这就是一个教训 或许你们的教训 给我们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 特别是少男少女 正在热恋当中的少年少女 也是一个思考 两个人在好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志同道合 我们脾气相投 我们有共同语言 结果走到今天 苦恼的阶段了 就变成了性格不合 没有共同语言 所以你们两个人 都要反思 为什么 从一开始的 有共同语言 到今天的没有共同语言 从一开始的 感情相投 到今天的脾气不合 这样的反思 我认为是必要的 好 谢谢包 王兄 来 删达了 小张 你大概打赏那个主播 用掉你收入的多少啊 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一用来打赏主播 然后三分之一用来生活 你得留三分之一积蓄吧 对 也就是说女朋友和打赏主播 她是在一个 衡量价值范围之内的 其实我觉得对于小陈来说 有一点悲哀的是 到今天为止 你才知道 她已经动了 要离开你的念头了 所以可想而知 你是有多么的不了解 自己的男朋友 你有多么的不知道 她心里在想什么 这太可怕了 你一直都以为说 她好像就是对我冷了 或者她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你从来没有想过 她是想离开你 或者说 你只是不愿意去面对 或者不愿意去承认而已 为什么两个人在一起 话越来越少 下班一个回到家 就打赏主播 另外一个就干干地坐那等着 谈恋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如果没有互动 两个人都死气沉沉 没有话题可聊的话 她这个恋爱谈在去 就是今天这个结果 所以 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已经有一方 去意已决 另一方还浑然不知 那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 无路可走了 祝你们各自幸福吧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 来请 三年的时间 直到此时此刻 女生才突然听到 从男生嘴里提出 我是想分手的打算 的确很悲哀 由此可见 你们之间的沟通 多么的少 本来上下班的时间 就有差异了 女生是付出过努力的 一定要等男生回来 说几句话 可男生呢 回到家之后 依然是看手机 基本上是零交流 好不容易 有一些交流的时间 但是却被女生 所谓动不动 就发脾气 然后呢 就会从沟通 马上导致上吵架 而吵架 顶多是发泄情绪而已 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 所以说之所以 你们有今天这个结果 那无外乎就是 在问题刚刚出来 或者有可能产生的时候 双方没有意识到 并且双方没有做到 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 就导致了 今天无话可说的 这么一个地方 男生有什么 就一定要说出来 有些事情 不一定非得要等到 这个场合 或者说实在找不着 走下去的这个希望了 才提出来 让女生其实 是蛮受打击的 我觉得你们之间 其实问题早就出现 并且发展的 已经很严重了 尤其是你带一个 女同学去家里 让她充当自己的女朋友 你不觉得这是 某种意义上的 对女朋友的背叛吗 你不觉得吗 后来 你提前告诉她了吗 没有 后来她是微信发现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你知道 自己说不出口 如果情理双方都到了说 在这个特定的时间节点 想请你到我们家 去见见我父母 都不能做到 都说不出口的时候 其实你们之间感情 已经不复存在了 所以再回想你们 这段经历吧 我希望你们各自 都能学到很多 如何沟通 怎么去站在 对方的角度去想 对方的感受 是怎么样的 请把自己 过多为自己考虑的 那个空间缩小 更多的去为对方考虑 一定是有于 你们今后 所谈的那段恋情的 好吗 在恋情当中 不要过于的自私 就这样 好 谢谢学生 来 陶老师 这真的是第一次 你知道他要分手吗 那当他说出 他要走的时候 你心里什么感受 是不是觉得自己 像个傻子 这傻了三年 之前 就之前他也对我挺好的 就是这近一年吧 他就是慢慢 也就是说 其实你从来不知道 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他会说分手这些 你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从你们的故事看来 你们的这三年 形式大过于内容 你们俩其实真的 不太了解对方 很多事情在没有了解之后 就敷衍了事地 觉得两个人彼此要分开了 才会导致今日 你们俩站在台上 似乎有点提不太起兴趣 跟对方说话 如果你有机会 你看看这期节目 看看你自己脸上的表情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 说高兴不是高兴 说悲伤不是悲伤 满脸的尴尬 在这个角度上来说 男生的确是有点虚伪 心里想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说出来 非要在这样一个 堂尔皇之的舞台 跟对方说 我不干了 我不玩了 不好玩 我要走 毕竟处了三年 如果说今天 非要在这儿分手 不如把过往的这三年 把它作为一次 形式上的结束 说说自己的内心话 也不枉这六十秒 有点收获 好吧 谢谢 女生你有没有回忆说 一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特别甜蜜 为什么那个时候 有共同语言 排档什么时候关的 在他毕业 没多长时间 为啥 因为那个时候 也不怎么好 经营的 然后人还少 我自己干不过来 从早上四点多起来 到晚上九点多 在大学里头 他是大几个女好的 那时候快大二了吧 那就是说 实际上面指的近一年 是女生在毕业之后 对吧 是指的男生 在关了排档之后 对吧 对 是吧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在这段情感里面 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变故 过去是有一个地方 放两个人共同记忆 有两个人生活印记的 那个地方叫排档 对吧 对吧 所以当女孩子 去帮忙的时候 或者男孩子很累 女孩子不在 当女孩子突然出现的时候 女孩子既是一个念想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对吧 对 对吧 后来排档没了 两个人共同 能够放共同回忆 和共同情感的地方 可能就没了 然后慢慢就疏远了 女生可能也在变化 我相信今天因为 女生叙述的比较多一些 对吧 男生讲的相对少一些 我相信男生会感受到 女生在大学毕业后一年的 这一年的变化 用男生的话说 脾气怎么那么大 是吧 就是那两年 腻乎乎的 是因为 男生在那个地方 所表现的是一个最好的他 他们俩谈恋爱 是有寄托的 寄托在美食上 寄托在忙忙碌碌的 排档的人群当中 寄托在思念中 现在当工作分开之后 男生回到家里 却不知道怎么 对这个女人好 不知道怎么去做 是吧 你有耐心去教吗 那是你自己要回答的问题 其实 咱们俩 相处了三年多了 就是会儿越来越看 我也看不懂你了 怎么说呢 我思绪现在也挺乱的 我希望你能 就是也为我考虑考虑 然后 我就只是希望你能想多想想我 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但是我就希望如果还能在一起的话 以后你就是多在乎在乎我的感受 但是现在这样 我也不知道以后它能不能继续 谢谢两位啊 来 请开灯 来 开箱看看吧 看彼此放的是什么 然后拿着它回去吧 到门里去吧 去吧 来 请关门 那他给的是什么呀 什么记忆啊 一个就是保温放红 是你买给他的 就是当时 我不是有件中午下 那个放学晚吗 他给我留 留饭的那个饭盒 谢谢你啊 请回 我就这个 我心里面真的很久没有这么难受了 就这个是看了 这个题看了以后 特别纠结的一个题 曾经相爱的对年轻人 因为各种原因 他们不再相爱 他们无法磨合在一起 他们又不愿意坚持地再去试一试 于是有了今天这个结果 我想这就是生活吧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我男朋友 因为一个女人的微信号在吵架 我男朋友跟他说 认识我之后很后悔 想要一刀两断之类的话 我很难过 我觉得他们的关系不一般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还要跟他继续下去吗 当一个男人通过微信或者电话 向另外一个女人倾诉 自己现在的感情的不满和抱怨时 那证明电话内端的那个女人 对他来说 已经成为了一个救赎者 你觉得你还会赢过他吗 祝你幸福吧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